前几天吉林省大安市的一家洗浴中心 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这个盗贼偷走了 共计8万多元的物品 然而收获不易之财的他 最终还是难逃法王 近日 吉林省大安市居民报警称 某洗浴中心南耕医区 两个衣帽柜里的物品被盗 其中一个衣柜里的钱包丢失 另外一个衣柜里存放的一部手机 和一块价值8万余元的手表被盗 我们必须对这时段 进出洗浴的人员进行排查 在排查监控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有一位洗浴的客人 他在洗完澡去二楼 去大厅的过程中 在一个假山的水里边 和按摩椅里边 他藏了多东西 他这个动作就非常可疑 而且他藏完之后 还反复地难回走 确实这个东西会不会被其他人发现 通过进一步调查 民警发现这名男子姓于 案发当天夜里 于某离开洗浴中心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 又再次返回 刑迹非常可疑 随后民警对于某的行踪展开了调查 目前于某对其在洗浴中心更衣区盗窃的犯罪事实供忍不讳 经了解民警已经追回了全部被盗物品 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